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国际企业管理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周素儿周老师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国际企业管理的主题是 我们海外直接投资理论 在今天的一个讨论过程当中 一开始为您准备一个台湾本土厂商台塑的案例 台塑在70年末的时候 到美国德州的康复市去设厂投资 建了很多的石化相关的工厂 当我们在欣赏电影《巨人》里面 当然这是老牌演员 大概像我这个年龄的同胞们 大概比较熟悉 有伊丽莎白 洛赫逊 他们演《巨人》 居然它的背景是在美国的德州 那我们想到德州 我们就想到那边有很多的石油 油田 还有牛仔 可是曾经来自台湾的 这个开发中国家的台塑 在70年末的时候 也到了美国的德州 跟德州老 德州老玩起石油化学生产的 这样子的一个竞争了 好 那么当媒体去访问 我们王永庆 王老板的时候 那么王老板就表示他个人的看法 为什么台塑可以到德州 去跟已开发国家的跨国公司 玩起石化工业的游戏 王老板曾经提出来 他说台塑为什么能够在地主国 也就是美国 德州可以生存 他提出第一个是 因为台塑具有所有权的优势 什么是台塑的所有权优势呢 王老板第一个说了 因为我们有生产的优势 台塑过去在台湾 累积了好几十年的生产技术 所以台塑自认为 它的生产效率跟生产技术 不会比国外的跨国公司差 王老板曾经说过 要有把握 有了把握 他才敢跨出一些的 向外跨出一大步 第二个呢 王老板提出了 因为台塑有很好的企业文化 各位所熟悉的 一直流传到今天 实事求是勤劳朴实 这就是台塑的企业文化 所以他们能够在 他们的日常经营当中呢 因为实事求是勤劳朴实 所以他们的生产成本可以降低 再加上生产有效率 当然可以建立起 它的一个优势所在了 第三个 刚刚提到 他们除了在生产有优势外 在管理的技术上 也有它的优势 当台塑刚开始到 美国康福市去设厂的时候 其实一地一乡 在那边跟当地的劳工呢 其实沟通并不是那么容易 那怎么办呢 所以台塑就尝试 既然语言上没办法沟通的 非常的顺畅 那就把一些的生产的流程 用画图的方式 标准作业流程 用画图的方式 来作为加强沟通的一个方式 并且台塑呢 他从台湾的总部呢 派了一组人马 到那边开始呢 建立起一些的流程 等到那边的生产 进入轨道之后 这一批的远征军 才再回到台湾本岛来 好 第二个 除了所有权优势 第二个 台塑具有内部化优势 也就是台塑决定到 海外地主国去 自己来直接投资的 一个优势 第一个 内部化的优势就是 台塑它具有 垂直整合的优势 我们知道台塑是以石化起家 所以他到德州去 他不只是有挖油田 上游的原油的开采 到中间的清洁炼油厂 他也都设立了 那么甚至到开采 提炼完之后 他开始把他的原油呢 要回销台湾 或者运到全世界 其他的市场去 所以接着第二个 一个内部化优势 就是他开始建立起他 这个周边的服务整合 在他去康福市的第二年 他也成立了一家轮船公司 不是船运公司 这个轮船呢 是专门来运原油的 那我们称他是台塑轮 也就是把在当地 所提炼出来的原油 回销台湾 或者是运到全世界 各地的市场去 为什么呢 与其他要倚靠 其他的船运公司 不如他自己呢 成立一家船运公司 来运送原油 好 除了刚刚的 所有权优势 内部化优势 当然他为什么去康福市 为什么不去别的地方呢 为什么选择 德州的康福市 这附近来投资呢 因为在当地 具有地理区位的优势 第一个是 当然在那边 有丰富的原料 原油的供应 第二个 那边有港口 所以他可以方便 台塑轮的运送 第三个 地方政府的配合 地方政府答应要配合 修建港口 并且扩建水坝 提供一些的电力支援 第四个呢 是当地的政府 给予台塑 有七年的免地方营业税的 这样子的优惠 所以让台塑 在七零年末的时候 到了美国的康福市 去建立它的一个 石化的一个产业 接下来让我们来想一想 首先让我们来思考的是 台塑到美国德州 投资的主要动机是什么 如果简单的说 单纯的说 当然他想要去获取原油 也就是石油的供应 好让他整个台塑 以及台塑相关的企业 的一些的原料供应 能够非常的丰富 那当然在美国 那边有非常品质好 而且丰富的原油 所以就到美国去了 当然在美国的一个德州 当地的地区 也提供了地区的区位优势 所以台塑就到美国去了 好 第二个问题 我们来思考一下 那么在刚刚的案例里面 我们谈到了三种的优势 到底哪一个优势 是最重要的呢 好 那么我们思考到哪三种优势 有所有权优势 内部化优势 还有地理区位的优势 同学你说哪一个比较重要呢 对了 三个优势都非常的重要 这三个必须同时存在 企业才能够很成功地到海外去经营 好 以上就是为各位所介绍的案例 台塑到德州康福市设厂的案例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 今天主要的课程重点 在今天里面的课程内容 我们首先要说明什么是海外直接投资 也就是来说明它的意义 第二个呢 我们要来介绍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在很多的一个学科里面呢 老师都会提到产品生命周期 可是在我们国际企业管理里面 我们加上一个国际 也就是把过去您所熟悉的生命周期 我们把它放在一个比较大的地理范畴 来探讨国际生命 国际产品生命周期 它如何影响一个企业的海外投资 首先我们要来跟各位来说明的就是 今天我们要开始进到了海外直接投资理论了 那么在过去 我们一直谈到国际经贸理论 或者是贸易理论 那么到底国际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 跟国际贸易理论二者之间有没有差异 如果有的话 那么在哪些的层面上有差异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国际企业跟国际贸易 它的主角不同 您还记得吗 在国际贸易里面里面 我们提到的是两国两财货 所以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的主角是国家 而国际企业它从事海外直接投资 从事投资的主角 它的个体就是公司或企业了 所以第一个是主角不同 第二个我们说经营的产品的类别不同 我们发现跨国公司可以在国际市场上 经营多项的产品 从事生产或者是销售 而传统的国际贸易 它却说是除了两国的假设 它还说是两财货 出口特定的产品 那么进口另外一个特定的产品 所以这两个也就是主角不同 产品类别不同 就是跨国经营 以及传统国际贸易所不同的 过去我们探讨了国际贸易理论 可是还是有一些的内容 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去了解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发掘 并且回应至少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 那么从过去的国际贸易理论 到底了经历哪些的理论探讨 或者是国际贸易理论 如何跨到国际企业理论 也就是海外直接投资理论 所以在今天的后半部的地方 会跟各位介绍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它就是介于好像是一个桥梁的角色 从国际贸易理论 跨到国际企业理论 好 首先我们要对海外直接投资的意义 做一些的说明了 那有关于进一步的说明 让我们休息一会儿 待会儿回来 在海外直接投资理论 英文叫做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那么我们就直接称为是海外投资了 通常分类大概一般分为两大类 一个叫做直接投资 Direct Investment 那么另外一个就叫做Indirect 什么是直接投资呢 直接投资就是企业或厂商直接在海外的子公司 从事于生产或者是有具体经营行为的方式 这个就称为海外的直接投资 另外一个叫做间接投资 这是我们把它翻译Indirect 事实上在英文上我们叫做Portfolio Portfolio指的是有价证券的投资 也就是企业或厂商 我不是直接在那边生产销售直接的经营 而是我以持有外国公司的股票 或者是外国公司的有价证券 作为我投资的方式 这个叫做间接投资 或者是有价证券的投资 好 那如果是以投资的方向 又可以分为两大类 比如外国公司到台湾投资 叫做向内的投资 所以我们国内资金就会增加了 就业也有可能增加了 另外一个是反过来的方向 台湾的本土企业到海外去投资 我们称为是向外的投资 就是资金的移出或者是技术的移转 至于对海外直接投资的定义 其实每个国家它有不同的定义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联合国 联合国最主要就是IMF国际货币基金 还有OECD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 那么联合国一般性的定义是这样子的 它说投资者对它所涉及的 海外企业体的经营管理 要持续 要持续 不是只有短暂的资金的进出而已 而且有明显的控制意愿 这个是联合国相关的组织 对海外直接投资的定义 可是每个国家又有不同的定义 举美国政府为例 它说海外直接投资 指的是某个国家内的企业个体 到另外一个国家某种程度的影响 好 那怎么说呢 以美国为例了 美国的企业到海外投资 就是美国的向外投资 这家公司必须拥有外国企业 10%含10%以上的股权 这里的股权是指的是有投票权的股数 这是美国的向外投资 必须拥有海外10%以上的股权 可是对于美国的向内投资 也就是外国公司到美国来投资 必须在美国本土企业 拥有25%含25%以上的股权 才成为直接投资的 事实上各个国家 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股权的主张 其实并不足以来显示 跨国公司在地主国的长效管理 所以各个国家的股权限制 其实是有个别的差异的 不过一般我们都是以10% 作为一个限制或者是认定的标准 好 跟您分享完了以后 这个直接投资的定理之后 首先我们就进到 这个直接投资的理论 那么首先来跟各位看到的是 兼具贸易以及海外投资的理论 在这里要跟您介绍两个 一个是新古典学派 另外一个就是将要即将为您介绍的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首先新古典贸易学派 有两位学者叫做McDougall 跟Kim这两个学者 他所提出来的 他强调在资金的移动上 来说明海外的投资 当然他有他们的假设 他们的假设有一部分 是跟传统的贸易理论相同 也有一部分是不同的 比如说他假设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 母国跟地主国 而且两个国家生产同值的产品 它不是两国两财 它是两国生产相同同值的产品 跟传统贸易理论不同的是 这个生产要素 传统贸易理论说是劳动 可是这两位学者说是资本 传统的贸易理论说 劳动国跟国之间是不能移动的 而这两位学者说资本确实可以 在两个国家里面自由移动 而且他继续说了 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是递减的 不是像传统贸易理论里面 所说的是固定的 他又继续说了 因为两个国家之间 投资报酬会不同 为什么资本的投资报酬不同呢 原来是因为有贸易障碍 还有两个国家生产技术不同 并且政府的一些的租税政策 跟奖励措施不同 所以他基于这些的假设 他就提出他的理论的看法了 他说了 因为两个国家资本投资报酬率不同 以及边际生产力的不同 所以当你 如果你有一笔资金的话 你当然会从比较低报酬率 或者是低生产力的国家 你不会在那边投资 你会把你的资金怎样 转移或流向高资本报酬 以及高资本边际生产力的国家 赚取两个国家之间的什么 利差 强调你利润的极大化 这个就是这两位学者所说出的 一个理论内容了 那么当然了 如果这两个国家之间 又存在了贸易障碍 所以商品的移动是困难的 所以取而代之的是什么 资本的移动 所以当两个国家有贸易障碍的时候 商品的移动 也就是商品贸易 它不会的蓬勃发展 反而是资金的移动 那么资金的移动就是到海外投资了 反而会取代了产品的移动而增加了 这个就是这两位 McDougall跟Kim他们所提出来的 第二个要跟您介绍 兼具贸易 以及直接投资的理论 就是今天要跟您提出的重点 就是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或者我们说把它用在一个跨国的范畴 就称为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首先要跟您介绍 这个理论 其实经济学老师还蛮欣赏他 行销学老师也常提到他 国际企业管理的老师 也觉得他非常的实用 好 在经济学里面 其实用得非常广 因为他是在1966年 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学者 Vernon所提出来的 那么他所提出来 为什么他那么样的受欢迎呢 因为他说了 他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跟过去的理论最大的差异 就是在 他不是在一个静态的环境之下 去探讨 这个产品如何在不同的阶段 有一些的变化 他是在一个动态的环境之下 那如何在二度空间的说明里面 能够有三度空间的动态的移动呢 稍后我们会一一地为您说明了 所以他说产品他可以在不同的生命周期的阶段 他在国跟国之间产生了贸易 并且在国跟国之间有一些的国际的生产的行为 所以产品的生命周期跟国际贸易跟跨国的生产 也就是海外的直接投资 因此而得到了连结了 这就是这个理论之所以在实物上非常被广泛应用 而且乐为津津乐道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了 那么我们还是一样要进到这个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特性 相信各位同学在其他的相关的课程 经济学也好 行销学也好 可能都老师都跟各位说明了 所以我们很快地来解释一下 Vernon他提出他说任何一个产品一定有个生命周期 任何一个产品一定有个生命周期 那么这个生命周期分为四个阶段 这四个阶段有不同的特性 任何一个产品有一个生命周期 可是不同的产品生命周期的长相是不一样的 有的长相是平而宽 有的长相是窄而抖 如果我们用图来看 你可以在画面看到两个不同的 左边的是什么 平而宽 右边的是窄而抖 你可以想一下什么产品 像右边的那个窄窄的 抖抖的 一下子窜身上来又马上消失的吗 对了 比如电子产品 电子产品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就创造他销售的高峰 可是他的生命周期却是非常短暂的 待会儿休息完回来 我们一一地再来介绍 不同阶段生命周期的特性 好 同学您可以配合着课本 或者是看我们字幕上 在产品生命周期的过程当中 基本上一个产品 它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哪四个阶段呢 导入期 成长期 成熟期跟衰退期 这四个阶段呢 它的特性是不同的 好 首先呢 我们把它一一地分为 从成本来看 以及从销售来看 在这四个阶段里面呢 我们发现第一个是导入期 也就是产品刚刚导入这个市场的时候 它的单位成本其实是蛮高的 可是这个单位成本 并不是来自于生产成本 而是因为它需要支出很多的研发 研发的费用以及研发的成本 对它来讲是比较多的投入 所以这个时候导入期 它的生产规模并不大 并不大 所以它的产品的种类也不多 当然销售量因为市场不知道 能不能接受这样的产品呢 所以销售量是非常少 而且成长非常的慢 当然对企业来讲 利润可能是不够的 或者甚至是负利润的 因为整个的市场状况 不是这么熟悉 所以竞争者也非常的少 那当然如果它有研发出来 它在市场销售的时候 通常价格是不便宜的 这是导入期 第二个阶段 我们称它是成长期 什么叫成长呢 因为它的销售已经开始怎样 向上攀高了 这个叫成长期了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它的成本主要是来自于 它生产规模的扩大 因为市场需要 消费者也接受 所以它开始要增加产量 它的产能要增加 所以它必须扩充厂房 所以在它的生产成本的支出 就渐渐占比较大的部分了 所以它的规模生产 也快速地成长 这个时候 整个的产品线要开始增加了 所以销售量也配合地增加 利润当然也逐步地升高 这个时候反而是它的竞争者了 大家看 你生产起来好像利润不错 所以纷纷有人产生了 因为示范效果的关系 所以也加入这个竞争的行列 那么价格的上涨 因为竞争对手的加入 而会慢慢地稍微趋缓了 因为大家竞争激烈了 所以不敢在价格上太贵了 导入期进到成长期之后 进到成熟期 什么是成熟呢 表示市场已经很接受了 不只接受 而且销售量处于一个高原期 这个时候产能还是很大 所以单位的生产成本还是很高 可是如果有厂商 它的规模够大的话 它可以因着大量生产 而降低它的单位生产成本 可是这个时候 因为竞争者越来越多 所以行销费用反而是它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支出了 产品的经济规模也慢慢形成 当然产品的种类 也会因着消费者的需求而增加了 那么因为销售量的增加 所以有时候厂商必须有两把刷子 回到我们刚刚讲的 第一把刷子 除非厂商能够规模经济的生产 降低单位生产的成本 第二把刷子就是我的产品种类够多 差异化 所以让消费者愿意来买我的东西 所以我常说了 成熟期的厂商要能够立足于不败之地 必须两把刷子 第一个就是规模要大 第二个 差异化 总的要多 好 我们再继续回到我们刚刚的表格 来看一下成熟期 成熟期这个时候的竞争对象又是如何呢 竞争者刚刚说了 如果没有那两把刷子的话 那可能竞争者会开始慢慢地退出 这样的一个市场的生产规模了 而价格因为开始竞争激烈而价格战 有的厂商甚至会消价竞争 通常我们在成熟期会把它分为 成熟期的前期跟后期 这待会会为您做说明 好 最后一个 除了导入 成长 成熟 最后一个是厂商 所以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衰退的阶段 什么是衰退呢 整个的生产成本因为产量的锐减 为什么会产量锐减呢 因为国内的市场不只达到饱和 而且国内的市场开始萎缩了 除非还有新的产品 那如果有新的产品 那就是另外一个新的产品生命周期了 对于旧的产品可能用的人渐渐少了 因为它已经落伍了 它已经不可食用了 所以整个的产量缩了 产量缩了 生产成本 当然如果我的规模是固定的话 我单位生产成本又开始回升又升高了 这个时候除了生产成本之外 人事维修也是另外一个需要考虑的 很重要的一个负担 所以我必须对我的设备 废弃的一个处理 以及维修成本的支出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销售量 它的销售量当然不好了 所以厂商通然都是把它旧有的品牌 或者是产品做一个剩余价值 或者是刚刚跟您所说的 另外一个新的产品 如果有另外一个新产品 那就是另外一个新的产品 生命周期了 我们首先要对产品生命周期的产品 在不同的阶段 它有关于生产 以及有关于销售的不同特性 做初步的了解 我们才能够进到国际产品生命周期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明 国际产品生命周期 国际产品生命周期 就是来说明产品生命周期 跟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 提出的学者是1972年的 Wells这一位的学者 他首先把产品生命周期 应用在跨国的经营里面 尤其是在国际贸易之间 他说了国际 这个国跟国之间 它的一个资讯的流动 其实是受限的 所以产品的生产跟行销 会随着时间而改变 所以时间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好 有了时间再加上地点 第二个它的一个假设是 不同的国家 消费者对产品的偏好不同 所以这是地点的不同 这个地点的不同 来自于不同国家的 消费者偏好不同 所以基于这两个假设 他提出三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他说了 产品的创新 比较会发生在 对这个产品有强烈需求的国家 所以哪一个国家 对创新产品有需求 那么新产品 就会在这个国家诞生 第二个 当需求存在高所得的 已开发国家 比如是美国了 那么企业比较愿意来花钱 投资进行新产品的 研发跟生产 所以呢 所以呢 高所得的已开发国家 通常是创新产品的发源地 好 第三个结论 他说了 那么生产 如果靠近一个市场大的地区 当然它可以大规模的生产 能够享有规模经济的利益 那规模经济就会造成 生产成本的降低 也就是有低成本的生产优势 或者是它可以有累积它的生产经验 生产优势去进行产品的差异化了 最后让我们看一下 产品生命周期跟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 我们首先假设这个产品是创新于美国 所以我们看一下图表 在美国市场这个创新产品 必须历经导入成长成熟 包含前期跟后期到最后的衰退 那么在美国是属于导入期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它跟其他国家的 进出口之间的关系 那么我们发现了在美国是导入的时候 它是没有出口的 因为市场还不是那么样的稳定 可是当美国产品历经于成长期的时候 它的产能增加了 不只可以提供美国国内的消费者需要 它还可以出口了 出口给谁呢 出口给加拿大 欧洲 日本等国家 可是当美国到了成熟期 后期的时候 因为生产优势已经没有了 而且美国的生产成本可能相对于不利 所以美国就开始由原来的进出口国 而成为进进口国了 那么如何的生产呢 在哪里生产呢 当然就给一些其他 具有生产优势的国家而来生产了 所以各位可以从国际产品生命周期来看到 美国从原来的出口到没有出口的优势 转而为把这个产品移到其他的 以开发国家去生产 以开发国家也可能到最后也没有优势了 最后再移到新兴开发中国家去生产 所以你会发现这样子的一个产品 在不同的阶段 它的贸易以及它的生产行为 在不同的国家之间移动 今天我们的说明就到此 更多的说明我们下回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